罗马书第十五章 我们强壮者该担待不强壮者的软弱 不可只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每人都该求尽人的喜悦 使他受益得以建立 因为连基督也没有寻求自己的喜悦 如所记载的 辱骂你者的辱骂 陡落在我身上 其实凡经上所写的 都是为教训我们而写的 为叫我们因着经典上 所教训的忍耐和安慰 获得希望 愿此忍耐和安慰的天主 赏赐你们仿效耶稣基督的榜样 彼此同心合意 好一心一口 光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 为此 你们要为光荣天主而彼此接纳 犹如基督也接纳了你们一样 我需要说 基督为了彰显天主的真实 成了歌损的仆役 为实践向先祖们所赐的恩许 而也使外邦人 也使外邦人因天主的怜悯而去光荣天主 正如所记载的 为此 我要在一名中称谢你 歌颂你的圣名 又说 一名 你们要和他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 列国万民 请赞美上主 一切民族 请歌颂他 伊萨伊亚又说 夜色的根苗将要出现 要起来统治外邦人 外邦人都要寄望于他 愿赐妄德的天主 因着你们的信心 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 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能 赋予妄德 我的弟兄们 我本人深信 你们是充满善意 满备各种知识的 并能彼此劝勉 我给你们写信 未免有些大胆 不过我只想唤起你们的回忆 因为天主赐给了我恩宠 使我为外邦人 成了耶稣基督的使臣 天主福音的司祭 好使外邦人经圣神的祝圣 成为可悦纳的祭品 所以对于侍奉天主的事 我可以在耶稣基督内夸口 因为我不敢提及别的 只说基督借我 以言语 以行动 借着奇迹 意识的能力 和天主圣神的德能 所做的 使外邦人归顺的事 以致我从耶路撒冷 及其四周 直到伊里尼科 传遍了基督的福音 并且专在没有认识基督的地方 传播福音 以你为荣 免得我在别人的基础上建筑 如经上记载的 那些关于他没有得到传报的人 必要看见 那些没有听说过的人 必要明了 这就是我屡次被祖言 不能到你们那里去的缘故 但如今 在这一带 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了 而且多年以来 我就要到你们那里去的心愿 所以当我往西班牙去的时候 我希望中途能见到你们 得以稍微满足我建你们的心愿 然后由你们送我上道 不过 现在我要起身往耶路撒冷去 为供应圣徒 因为马其顿和阿哈亚人 甘心乐意 为耶路撒冷的贫苦圣徒 捐了一笔款项 说他们甘心乐意 其实他们是欠他们的债 因为外邦人既纷战了他们的神恩 也就该在物质上扶住他们 所以我一办妥了这事 向他们交代了这项捐款以后 便要路过你们那里 往西班牙去 我知道 我去你们那里 必要满带基督的祝福而去 弟兄们 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并因圣神的爱 请求你们 以你们为我在天主前的祈祷 与我一起奋斗 使我脱免在犹太地不信者的手 并使我带到耶路撒冷的款项 得蒙圣徒远纳 这样 可是我照天主的旨意 高兴地到你们那里去 同你们一起稍微休息 愿此平安的天主 与你们众人同在 阿门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并且 大家